现代人多多少少 心神不明 教育不安 来来回回 都有些情绪长的朋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台北群长相声演员陈先生 上次介绍河谷穴 上阵次介绍百贵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试着去按摩看看呢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穴道 我知道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因为经常很多朋友跟我问起 尤其现代人 工作压力啊 生活压力啊 这个压力 那个压力 然后呢 我就觉得心神不明 焦虑不安 晚上睡不好 失眠 哦怎么办怎么办 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 嘿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穴道呢 就可以帮助大家 安定你的心神 让你晚上比较好睡觉 什么穴道呢 这个穴道叫做神门 神门穴 神门穴在哪里呢 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手掌 在我们的小指跟五名指中间这里哦 画一条线往下垂直到手腕这个地方 有个凹下去的地方 记住哦穴道一定是凹下去的地方 如果你碰到的 哎是个骨头啊 或者嘟起来的就不对了 一定是凹下去的地方 才是穴道所在 这里就是神门穴 那按压神门穴哦 这里做按摩 可以帮助你心情可以放松 晚上会比较好睡觉 那按摩的时候呢 同样的哦 同样跟合骨穴一样 左手有 右手也有 那我们先用右手 按摩左手 按摩个五秒钟 然后 反正用左手 按摩右手的神门穴 也按个五秒钟 然后再换过来 再换过来 来来回回 循环十次 你今天晚上会比较好睡了 那除了神门穴之外呢 另外有一个穴道 对于帮助睡眠 也是有好处的 什么穴道呢 这个叫做内关穴 内关穴 是从中指这个地方 同样的垂直线往下走 走到手腕这个地方之后 大概三指的距离 同样是凹下去的地方 这里就叫做内关穴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去按摩它 对于晚上睡觉 也是很有帮助的 不过照例的 要提醒大家 做跟咳骨穴一样 它是反对你的症状 你偶尔失眠的时候 按摩它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 长期的焦虑不安的话 激励大家 还是去看看精神隔音室 比较好了 小病感吗 治疗 不要脱成大穴 你不要以为 看精神隔音室 好像有好多脸 没有那么严重了 说实在现代人 多多少少 因为生活脚步比较快 压力比较高 都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所以其实 你看现在精神科 门诊的病人 真的不少 偶尔按压一下你的人门穴 按压一下你的内观穴 可以帮助你睡觉 那我们这一系列的武侠小说的小尝试 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们按个赞啊 可以留言啊 甚至给我们一点意见 或者你想知道更多武侠小说的小尝试 你可以提出来 也许以后我们想到 觉得你的意见不错了 我们再继续的拍摄第二季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机会 如果反应很热烈 也许会有了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希望大家 2019年10月12日 到台北市东山堂 来看我们的相声专场 后还会聚在这档演出 侠客行情 请大家 告诉大家多多尾票 来一手 谢谢大家 希望 很快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